总统马英九19号结束教宗就职弥撒 随即举行记者会谈此行成果 中华民国祝贺团从抵达罗马开始 全程备受礼遇 尽管行前传出中国大陆要求教廷与我国断交 但总统表示外交是常年累积 没有奇迹 从本次出访受到高度礼遇 就可看出耕耘成果 两岸关系改善的时候 我们的国际关系同时也改善 不一定要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以前从来不敢奢望 有能够一个所谓双赢良性的循环 但是将近五年一步一脚印的走下来 这种现象也开始逐渐出现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希望将来能够真正的在两岸在国际社会 也能够相互帮助彼此扶持 这大概是应该两岸关系的最高境界 就职弥撒上马总统就坐在第一排 右边紧邻着哥斯大黎家女总统秦奇亚 席间两人不时交谈 马总统与各国领袖互动也相当热络 除此之外在弥撒上 马总统也和美国副总统拜登不起而遇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又有一些成长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期许 比如说提法的协商 我也提到民主党这样之后 核准了两批军售 同时也给我们免签了待遇这些 反正就是我们跟美国关系当中 一些非常正面的事情 我们都一方面也感谢他 一方面表示我们希望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 本次出访成果封锁 在教宗就职大典会场 可以看到国人挥舞中华民国国旗 总统夫妇在弥撒后觐见教宗 和他握手交谈 写下中华民国总统 首次和教宗见面的历史时刻